大家好 这有一张照片显示啊 江苏省江阴市发生了针对日本的游行 这写着江阴市行政区 什么行政什么什么服务中心地址文化中路 文化中路269号 这种两辆江苏牌照的这个这个警车给开到 苏碧1871警1872警 然后后边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最近针对日本这个 所谓的这个像太平洋里边排这个核废水 实际上它不是核废水 它是经过处理的基本上已经无害的啊 如果有危害也是微乎其微的啊 这有照片给大家看看 这儿这儿哎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这由警察维持秩序 苏碧 看看 江阴 是吧 这个不是我给造谣啊 大家看一看 这种游行啊就是政府搞的啊 就是当年那个反对日本车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游行的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 我是不参加的 当年我也没参加 你平时的民众有什么冤情 有什么诉求 你能善解游行吗 而这些游行中的人难道就没有 没有 就是 自己被坑的 被政府坑的 励志吗 傻逼啊 参加这样的游行 参加这样的游行 除了政府部门的人 其他的人都是傻逼啊 对不对 被人当枪使 你真正来说 发大水的人 其实 反之被强裁的人去游行 政府要你游行吗 还会有警车给你开刀吗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原子能机构都认为它安全的 第二 当然排水是在日本那一侧 那一侧水流的话 流向美国那一方面的 与中国根本没关系的 这脑子稍微思考一下就行 刚刚看到一个说法 真的很好 反对日本海鲜的人 自己吃不起海鲜 所以这个常识和逻辑 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常识没有逻辑 那真的是脑差一个人 刚刚上面看到那个视频 我评论就太残忍了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视频 几年前在上海 上海就是一会儿人家失火了 但是一个人在那个阳台上 很多人在下面看着 也很着急 其实这个人在阳台上 这个里面的火出来 但是阳台上是栅栏 铁栅栏嘛 就无法打开的那种 就大家都看到了 活活都被烧死了 那个消防队员也 也赶来的时候已经 这个人就活活都被烧死了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这个人啊 他过去世中 当时或者过去世中 用火把别人或者别的动物烧死的 大家或许有人也看到 有些人喜欢用火把一条蛇烧死 以此为快乐 或者烧什么其他的动物 猫啊什么狗啊 这个都要得到报应 当时没有报应 到下辈子 可能过去时还是要有这个报应 那么我这个活活被烧死的人 就是当时或者过去世中 做这样的事情的 得到了这个报应 那么回到上面这个视频的话 这些用碎辣椒塞到那个女人阴道里的 这帮子人啊 以后也会得到报应的 跑不掉的 这个自然而然的 会有这样的报应的 凡夫呀 听到你的语音了 我很赞同你的说法 这个佛家讲轮回英国 所以我们这辈子修 要修得善行 包括还有口业 不骂人 我有时候都轻易不想养花 因为我经常会出门 不会在一个城市固定待着 所以我后来就是 我特别喜欢兰花 有时候花很贵的钱买着兰花 最后我出门寄养在别人那里 人家也没用心 兰花也死了 我都有罪孽之感 后来我在想 我还是轻易不要去重吧 因为重了以后 我负不起责任的话 那就是罪孽 我会让你重新的 啊 我需要重新的 你帮助你 我们下轻ck的